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不相信的 毕竟我的想法跟你一样 我也是花了一些时间才接受现实的 林助理 你要是怀疑曼鱼的话 你给曼鱼发个信息 验证一下 他是不是林哥哥家的小可爱 不就可以了吗 林鱼想了想 最终还是拿出了手机 给林哥哥家的小可爱 发送了一条信息 在干嘛 曼鱼的手机很少想的 他以为是什么消息 连忙将手中拿着的餐具给放下 然后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发现竟然是刚刚二少爷 给他弄的那个微信上面 有一个叫做于睦睦的人 给他发了信息 林哥哥家的小可爱 我在准备晚餐 曼鱼回复了他之后 将手机收了起来 然后继续开始挑选战 然而 他不知道的是 待在客厅里面的林鱼 表情有多么的复杂 惊讶 我说林助理 现在你想明白了 为什么小可爱不跟你见面了吧 如果跟你见面的话 那么你就会知道 他到底是谁了 这样子 他就不能做你的小粉丝了 如果我是他的话 也会选择不跟你见面的 林助理 这个秘密是我无意间发现的 既然曼鱼还没主动告诉你 他的真正身份是什么 你也别去质问他 人家小姑娘还是要面子的 如果你把话说明白了 到时候人家公娘家的脸皮薄 感情里面不犯对错 你要是不喜欢人家 就含蓄拒绝 可别伤了人家小姑娘的心啊 不是 曼鱼喜欢我 我当然是受宠若惊 可是二少爷 我听过小可爱的声音 跟曼鱼的声音也不像啊 你听到的声音 跟手机里面传出来的声音 当然不一样了 而且你跟曼鱼虽然认识了这么长时间 但是你其实也没有多了解对方 如果你不愿意相信的话 那我直接把曼鱼叫过来 跟他当面对峙吧 曼 别别别 二少爷 别 这件事情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刚好就在这个时候 客厅的门口 出现了夏浅西跟薄叶白的声音 大少爷 大少奶奶 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您们可以准备用餐了 薄叶白点点头 将冷睡的目光 往沙发上面坐着的薄熙爵扫了一眼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先去帮曼鱼 断一下饭菜 做了什么亏心事啊 嗯 什么亏心事啊 大哥 你在说什么 我像是做亏心事的人吗 奶奶在楼上 我去叫奶奶下来吃饭啊 四个人坐在餐桌旁边 餐桌上面摆放着饭菜 依旧是让人头疼的东西 什么生蚝割肉羊肉 怎么 是饭菜不合胃口吗 孙媳妇 啊不不不 可能是最近工作量太大了 有些劳累 夏浅西随便找了一个借口 如此说道 说完之后 却听到坐在她旁边的男人低笑着 你这臭小子 以后不准让我的宝贝孙媳妇 这么辛苦的工作了 这万一要是影响到我们未来 增孙子的发育情况 我说老太婆 可是饶不了你 老太太边说话 边将一个盛放着非常鲜美的生蚝小盘 推到了博叶白的面前 最近上火 只能吃些清淡的东西 上火 没事啊 找个地方发现一下不就行了 不然憋久了会憋坏了 对不对 既然我大哥吃不了的话 这东西别浪费了 我吃了算了 对了 奶奶 您的寿生快要到了 去年准备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看着办呗 反正都是个噱头 叶白呀 你跟浅西岭这儿 也有一段时间了 到底什么时候 跟人家举办婚礼呀 你总不能娶了人家之后 让我的宝贝孙媳妇 就这么没名没分地跟着你吧 奶奶 不是叶白不举办婚礼 而是我想要等待下业公司 正式步入正轨 再跟叶白来举办婚礼 我希望 当我穿上婚纱 成为博家掌席的时候 适时至名归 而不是高攀 哦 最多半年 半年之后啊 一定要结婚 奶奶知道你的顾虑 可是不愿意让你受委屈 你是我们博家的掌席 未来的女当家 必须要将掌席这个位置啊 给坐稳了 断了别的女人的非分之想啊 晚餐过后 老太太习惯去康顿庄园 走上一走 哎 那不是胡老太吗 叶白呀 赶快把我推过去 薄叶白只好加快步速 把老太太给推到了 他所指着的地方 胡老太 你可终于出现了 我都有一段时间呢 没有见到你了 哎呦 是阿静啊 我前几天 儿媳妇又生了一个孙子给我 你看 这都已经是我第五个孙子了 长得多可爱啊 你瞧瞧 哎呦 这生得唇红齿白的 一看呢 长大了就俊俏得不得了 这宝贝啊 以后还不知道 会带走多少女孩子的芳心呢 可不是 刚出生的时候 医院里面的医生 都一个劲的夸赞 我这孙子好看 哎呀 也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有福气 可以抱到曾孙呢 那真是啊 死而无憾呢 这都结婚三四个月 肚子里面就真一点动静也没有吗 我说句不爱听的 会不会 是夫妻俩谁身体有问题 得赶快去医院看看 现在啊 医学技术这么发达 实在不行 还能试管婴儿 可不能继续这么瞎等着 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 能活一天试一天 啊 应该不会这么严重吧 我看我的孙子跟孙媳妇 都挺正常的呀 这病跟身体健康不健康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啊 去年我们家有个远房亲戚 夫妻两个人还是国家认证的运动员呢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的身体没问题 可是啊 两个人结婚了两年 女的肚子里面都没动静 大家都开始说 是女的不能生育 原本幸福的小两口 最后都已经闹到反目成仇要离婚 你猜后面怎么了 后面怎么了 南方的家庭啊 已经给南方找好了下一任的老婆 准备跟现任离婚之后就立马结婚 后来不知道怎么了 竟然去医院检查 发现不是女方的问题 而是南方的问题 如今南方家庭为了不让女的离婚 各种讨好哄着 后来夫妻俩终于放下一切恩怨 去医院做了试管婴儿 一下子就生了三胞胎 如今生活呀 比以前还要幸福美满 妈 现在有点冷了 我们要回去了 否则五宝受了风寒 那可是很严重 好好好 我们这就回去 阿静啊 我们下次聊 下次聊 阿静